他是中国最牛汉奸,吃日本饭娶日本女人,仅用八个字杀了两万日军。 在抗日题材的影视剧中,胡家虎威的猪头翻译官是必不可少的反面人物,作为清华日军嘴涕的翻译官,他们在那个特殊年代在日本军队里面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翻译官都是铁杆的汉奸, 有些鬼子翻译官身在曹营新在汉借用身份的便利传递过很多重要的情报,在这些双面汉奸里面有一个最牛的存在,他不但利用精湛的演技让日本人无条件相信,掌握了很多绝密的情报,而且还利用八个字的情报将两万多名日军送上了不归路,这个最牛伪汉奸究竟是谁? 他最后的结局又是如何呢?欢迎收看本期繁华五千年,一起来了解历史。 日本人千金买马骨,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国民党政府的反应让日本人大喜若狂,他们不再隐藏自己的狼子野心,开始明目张胆地谋划全民清华方针, 为了能够让自己的清华方案得到最好的执行,日本人需要一大批精通两国语言的亲日分子来帮忙,曾经在日本留学的人成为了日军青睐的拉拢对象。 夏文韵就是这个时候被日本人盯上的,出生在东北满族乡,毕业于日本高等师范学校, 且取得帝国大学文学硕士学位的夏文韵,不管从哪方面看都是日军最满意的选择。 就这样,日本南满洲铁道诸事会社人事课科员夏文韵, 被日本军方任命为关东军参谋本部第二情报课课长监和知音二中佐的随身翻译, 成为了清华日军寄予众望的亲日代表, 为了让夏文韵能够死心塌地地给日本卖命, 日本军方还给夏文韵找了一个年轻的日本籍情人。 可以说,此时的夏文韵不管对日军提出什么样的要求, 日军都是有求必应的, 虽然摇身一变成为了日军的高级情报人员,而且财色兼收, 但夏文韵的心里面很清楚, 他不过就是日本人重金买下的马骨, 因此上夏文韵深思熟虑之后, 一边和日本人虚与尾仪, 一边将名字改成了何一支。 夏文韵的时时务让日本军方非常高兴, 他越来越被日本人重视和信任, 以自己的方式抗日, 彼时的中国虽然名义上在蒋介石的统治之下, 可国民党内部军阀势力彼此撤走。 纷争不断, 以李宗人白重洗为首的滇军集团是蒋介石最大的政治对手, 日本人对国民党内部的形势看得一清二楚, 因此上他们决定从李宗人身上下手, 企图分裂国民党, 为了达成自己的阴谋, 日本军方从九一八事变之后就多次私底下同李宗人见面。 想要说服这个手握重兵的军阀头子, 夏文运作为马骨和翻译, 每一次会面都少不了他的存在, 于是慢慢的夏文运就和李宗人熟悉了起来, 从和夏文运的聊天中李宗人发现, 这个总是笑咪咪的日方翻译, 似乎并不是死心塌地为日本人卖命, 于是李宗人安排人去试探了夏文运一番, 李宗人的试探让夏文运非常高兴, 他一直都在等待这样的机会, 双方一排集合, 日本高级情报人员夏文运再一次摇身变化, 成为了李宗人埋在日本军方的一个高级间谍。 夏文运因为夏文运学识渊博, 办事可靠, 很快就得到了日本军方重用, 打入了日军内部, 经常随行出入一些机密场所, 李宗人认定夏文运这样的人, 一定不会甘心当一个卖国贼, 只要激发他内心的爱国情怀, 必定会对这场战争的胜利, 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于是在李宗人的盛情相邀下, 夏文运在一个夜晚踏进了李宗人的家门, 李宗人这番邀请夏文运前来, 早已想好了要说的话, 他开门见山地说道, 我看你德才兼备, 如今国家破败, 山河尚在, 而养育你的土地也被敌扣的铁梯踏破, 在这危急存亡的关头, 你甘心为敌人服务, 看着自己的国家沦陷吗? 没想到夏文运听到这话, 眼中竟泛起了泪光, 还没开口, 竟是直接哭了出来, 李宗人健壮也吓了一跳, 连连劝慰, 夏文运开口, 将自己留学归来, 怀才不遇, 被迫在日本人麾下工作的事实, 一一向李宗人讲述, 这些事其实李宗人早已知晓, 但是他还是耐心听夏文运讲完, 方才开口说, 如今若我告诉你, 你有机会为祖国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你会不会这样做呢? 夏文运丝毫没有犹豫, 他的眼光无比坚定, 万死不辞。 1936年, 根据夏文运提供的情报, 李宗人得出了日军在不久后即将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结论。 而根据日军的活动线路来看, 自己所掌控的贵系军阀可能会受到比较大的冲击, 李宗人迅速召开了会议, 在会议上, 他通过了将省会迁移到桂林的提案, 经过短时间的筹划, 广西省党政军成功将省会根据地从南宁迁到了桂林, 这一决策落实还不到半年, 七七事变便爆发了, 而日军的战争轨迹都与夏文运提供的情报完全吻合, 如果不是提前转移省会, 恐怕此时李宗人要面临一场苦战了。 经过这件事, 李宗人完全信任了夏文运, 随着抗日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 夏文运传输给李宗人的情报越来越细密, 因为他一向谨慎的性格, 日军从未对他产生过怀疑, 1938年南京沦陷之后, 国民党方面虽然派遣重兵抵抗日本军队, 但由于部队新兵太多, 且指挥不统一, 所以少有圣迹, 面对这样的局面, 以李宗人为首的国民党激进派, 心中都十分着急, 就在这个关头, 夏文运给李宗人传来了八个字的情报, 虽然只有八个字, 但却十分清楚地将日军接下来的行动给方向详细地透露了出来, 这让李宗人大喜过望, 立即指挥部队做出了针对性的部署, 对此毫无所知的日本军队依旧按照既定的方案行动, 结果一头撞在了李宗人精心准备的火力线上大败而归, 对这一次的失败, 日本人没有丝毫其他的怀疑, 毕竟战场上情况瞬息万变, 一时间的输赢都很正常, 日本人的大意让夏文运掉着的心终于是松了下来, 他收拾好自己的情绪, 继续默默地潜伏, 很快地又一次机会来了, 夏文运获得了日本人台而装战役的进军路线, 获得情报的当天, 夏文运就用秘密电台将这封情报发送到了李宗人的手中, 依旧只有八个字, 但就是这八个字彻底让台而装战役的天平向着国民党一方倾斜了, 李宗人根据夏文运传递的情报设下了埋伏圈, 一战就将两万名日本鬼子送下了地狱, 台而装战役是抗战史上中国军队取得的最大一场胜利, 恢复名誉, 台而装的失利让鬼子反应了过来, 自己的内部一定是有国民党的情报人员, 所以他们进行了严密的自查, 不过夏文运一直以来都隐藏得非常好, 这一次他并没有暴露出去, 风波过后他又数次寻找机会送出了很多重要的情报, 虽然一直都在为李宗人提供情报, 但在夏文运的心里, 只要是中国人, 他都必须要帮助, 因此上他在潜伏的时候还帮助过一些共产党员, 1941年的时候。 夏文运遭到了日本情报部门的怀疑, 还被列入了暗杀名单当中, 提前得知此事的夏文运侥幸逃到了上海, 后来在李宗人的帮助之下来到了山西隐藏了起来, 一次偶然的机会, 夏文运结识了共产党人士霍之英, 并成为了很好的朋友, 得知共产党方面十分缺少武器装备之后, 夏文运想办法从日本军队那里搞来了一大批枪支弹药, 转交给了八路军, 随着双方关系的不断加深, 夏文运的心里面对共产党方面的认可越来越多, 他都想要进入共产党。 只可惜, 在李宗人的劝说下, 夏文运并没有成为共产党的一员, 新中国成立之后, 李宗人不愿继续屈居蒋介石之下, 于是去往了美国定居, 这让夏文运一下子就失去了最大的靠山, 在经过权衡之后, 夏文运决定变卖家产, 前往日本生活。 当时的上海为了城市稳定, 实行了军管模式, 夏文运买卖黄金的举动, 第一时间就被检举了出来, 上海有关部分以倒卖黄金罪将夏文运抓了起来, 并关进了监狱, 就在夏文运以为自己必死无疑的时候, 一个名叫吴克坚的人出现了, 他是上海情报委员会的负责人, 吴克坚不但将夏文运从监狱里面放了出来, 而且还将他被没收的财产都要了回来, 吴克坚之所以这样做, 是因为他知道夏文运是一名双面汉奸, 一直都在为中国人做事, 早年他被日本宪兵抓住的时候, 正是因为夏文运的运作他才得以逃脱升天的, 就这样夏文运怀着感激之情, 离开了上海, 顺利到达了日本, 在日本夏文运虽然一直都背着汉奸的名头, 但一直到死他都没有加入日本国籍, 2001年的时候, 大连官方媒体第一次将夏文运的试迹做了一个全面的报道, 算是彻底地洗刷了他背在身上多年的恶名, 2018年泰尔庄大捷80周年的时候, 夏文运第一次被增设为谍报英雄, 他当年为泰尔庄战役做出的贡献, 终于被世人所熟知, 在那个特殊的战乱年代, 救中国的国力雷弱, 普通国民根本上就得不到国家任何的保护, 因此尚在日本上找到夏文运的时候, 他没有任何的选择余地, 只能是被动地同日本人合作, 虽然走上了助纣为虐的道路, 但夏文运的心里一直都是装着祖国人民的, 因此上他才会成为李宗人的案子, 多次传递重要的情报。